大家好我是龟骨鱼老迪哥 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看黄原的食谱 一般情况下我们正常的给龟骨骨盖都是喂的活虾 对黄原它是比较喜欢活的食物 像活蚯蚓啊活虾啊还有水果之类的 这样子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我们给黄原喂补钙食物的话 基本上就是虾和新鲜的鱼肉 大家在家里的话也可以采取这种方式 如果你的苗子过小的话 尽量不要喂带壳的 如果是大虾你可以把壳去掉 喂新鲜的用 如果是小虾的话 尽量喂新鲜的 在这个过程中呢 就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说你在家里喂的是虾的话 黄原它的排便的话 它会偏红色 这个不用担心 很多人可能不太理解 下一期我们会跟大家讲一下 黄原如何判断它的排便 是否健康的问题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欢迎我们点赞和关注 有问题的朋友请跟我们私信或者留言